大家好,我是鱼 今天来录一期开箱视频 这个箱包裹是朴老杰给我寄来的 里边是一条暗宫,还有一只角株 咱们先来开箱吧 这个东西 对湿度要求挺高的 不是很好饮 先看看它有没有活着吧 哇,角株这么大了啊 太帅了 这个应该就是暗宫了吧 OK,筆订没了 哇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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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这个角株,这么大了啊 你看他,第一次见到 比那个比花狼还大一点的 肺部 我感觉就是比花狼还大 这个腿这么长 我靠 我靠太帅了 我爱了 我非常爱这个 角株 一会找个盒子养了一下 把这个暗无功拆开 暗无功这东西据说挺难找的 OK 然后就拿昨天打算养 油猪的这个盒子养它了 这个小盒子 它会不会跑很快啊 所以找个什么怂香这类东西 哎呀 嗯 我看这个不错 诶我镊子去哪了 我收藏我下不去找个小盒镊子 OK 咱们看它在哪呢 诶 诶 卧槽别闹啊 卧槽别闹 我说无功跑了 诶 诶 这个纸啊 这个纸展开了 确定没有东西啊 这个纸 拿出来了 诶 诶 卧槽 哦 卧槽 卧槽 这么小的吗 我可以看到这是暗物 卧槽 卧槽 跑得挺快的 好小一个呀 不过挺肥的啊 哎呦 我去 OK 这么小 我也不用担心它暴走之类的 把它跑没了就是 来吧 来吧 哎呦 卧槽 挺灵活啊 好像挺怕光的 哎 进去了 OK 嗯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长个十五公尺的 收 后来 我去给角株找 角株给它 给它找什么样的盒子好呢 这么大一个 饼干罐吧 至少得 我找一个 嗯 这个我看不错啊 这个就是 这个盖子有那么一点 颤筒 不过这个盒子我看还是可以的 它应该不会从这跑出来吧 哎呦 实在不行 一会儿给它压个东西 这偷袭红子打得有点大了 OK 咱们把这个给它拆开 老贼这个打包是很用心的 哇 我没想到这个蜘蛛这么大个 绞猪 前两年的时候我在本地也见过 差不多就是这么大个 我当时也不知道这叫绞猪 还是叫什么蜘蛛 当时是抓住一个在水上抓住的 在水面上 我以为这个蜘蛛它落水了 我就把它抓起来了 然后后来它过一段时间它都死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靠 挺活跃 我靠这大长腿 我他妈直接给 哎呦 完了 完了 翻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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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漂亮 刚刚好啊 给各位看一看 角柱 角柱好像环境湿度要大一些 它好像是水上的 环境湿度大 那给你大一些吧 OK 那本期的开箱视频呢 就录到这了 各位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来个三连 点关注 一定要给我来三连啊 我发现你们最近 不知道谁给你们灌了个毛病 你们看视频不投币 我一个视频几十个赞了 一个B都没有啊 我他妈太可怜了 好啦 就到这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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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